伴随低沉引擎声霸气登场 漫威迷的这辆奥迪R8肯定不陌生 吃钢铁人手带座驾 固定好伙伴 形影不离 小劳伯道尼对R8赞不绝口 这辆猛兽身为品牌首款超炮 搭载5.2升V10引擎 领到100公里加速只需3.1秒 不过未来再也看不到了 R8在历经将近20年贩售后 为了因应品牌转型 跟全球市场需求改变 人厂宣布停产 全球最后一辆已经于3月底 在德国工厂正式下线 另一个品牌也有计划 捷报力拼全面电动化 2024年全面停产内燃机车款 而旗下轿车与跑车等系列 将会在6月份下线 未来会专注于E-Pass i-Pass等SUV车型 而平市也针对产品阵容 进行缩编 四门轿跑始组CLS 结束近20年的贩售 周路历史 需要更大的研发资金 来投入这个能源的转换 所以对于一些产量 比较小的车 特别是跑车来说的话 投入的经费会越来越少 那当然在投入经费少的状况 这个回收成本 又不太容易的状况之下 这一些车种陆续停产是可以想象 全球环保法规越来越严格 未来蒙爆引擎声 势必成为绝项 电动化接棒 让不少经典车款 成为时代的眼泪 商业学员张廷强方向 要看不到